文粉红,爱情是一场华丽的冒险,过了层层关卡,拿到通往殿堂的入场资格,但这座殿堂跟你想的不一定一样。 它不一定是每轮美奂令人心醉,它也不保证结满甜美的果实任你想用,它可能充满荆棘,伤得你伤痕累累,即使如此,你仍愿意奋战到最后一刻吗? 爱情可以冲动,但婚姻是需要经营的,很多人觉得婚后已经不需要将爱挂嘴上,一副我们就是相爱才会结婚啊,还有什么好说的,但这想法其实就是错误的开始。 或许因为工作繁忙,家庭经济压力大,对子女的操心,对长辈的忧心,这些琐碎事情磨损了你的好脾气与耐心。 但将爱表现出来,是维持婚姻很重要也很基本的要素之一。 我跟先生结婚五年多来,每天他下班见到我,都是先拥抱我,问我今天过得如何。 或许我回答的时候他不是绝对专心的聆听,但他的拥抱跟问候让我觉得自己被爱,被关怀。 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动作一句话,但对我来说,这是一种爱,是他经营婚姻的方式,每天我都会提醒他,再累也要记得吃饭,多喝水,不要喝太多咖啡,这些一分钟不到的琐碎叮咛,我每天不厌其烦地跟他说。 结婚之后的爱更广了,看的不是当下的拥有,而是更长远的以后,希望他健康快乐,将他的需求放在更高一层的位置,而将自己的需求放得低一点,这是我经营婚姻的方式。 每个人对婚姻经营都有自己的一套见解,不变的是,从今以后要过祝幸福快乐的日子。 我们不是童话里的公主王子,但我们也可以拥有幸福的婚姻,只要认真经营,先付出自己,不要计较太多,自然会得到更多。 图佳之改